另外的关系是台大物质的艾滋器官的事件 那么其中只有心脏送到陈大医院移植 其中原来是有一段故事的 有一个在台大医院等候心脏移植的中年男子 他已经用叶克膜撑了18天 原本等到的就是这一颗艾滋感染者捐赠的心脏 结果比对了之后 他的血型不符一度的很失望 我这个时候刚好台东马基医院传来消息 有个男子捐出的心脏恰恰好巧合可以用 让他顺利的完成了移植的手术 也躲过了可能遭到艾滋感染的风险 而家人跟男子呢 现在都觉得真的是很幸运 感谢冥冥当中神明的保佑